大家先把 8 月 9 号这个日子曼下来 因为这一天是 Vios 在 9 年之后第一次迎来大改款的车型 最近 Vios 在泰国方面已经公布了新车的预告 所以我们从新车的预告来看一下这辆车 看一下你是不是喜欢它呢 首先根据之前获得的消息 这一个全新一代的 Vios 是采用 DNGA 的平台打造 而且采用的是 DNGA-B 并不是 Artiva 采用的 DNGA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作它是采用 ELZA 的平台啦 不过对比这一代车型它的车身码会有所放大 从官方公布的预告图跟之前网络上留言出的这个测试叠照来看 它的车身码确实变得很大 至于在外观细节的部分呢 这一次在这个预告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点的细节啦 首先这款车确定有 LED 的头灯组 而且它的头灯组设计有一点 Corolla Autist 跟 Mark X 的融合体 看起来还是比较好看的 至于前脸则是采用非常巨大的水箱护照 看起来确实比起现在的车款大气很多 至于在车侧大家可以发现到几个细节 首先这辆车采用了时下流行的 Fastback 设计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车尾采用非常流行类似 Coupe 的造型 而且呢它才导入了这个大尺寸的三角镜设计 这个是 FVOS 4 代车型里面第一次看到 而因为导入了这个大尺寸的三角镜设计的关系 所以我们相信这款车的后座压迫感并不会太大 除此之外大家注意看这个车车的线条 是不是很像 Toyota 的另外一款车 Toyota Mirai 呢? 至于在外灯部分我们也看到它采用了这个 3D LED 光调的设计 而这个车身尺码我们预计它的轴距会达到 2600mm 因为目前你看看市场上的 V-Segment 像是 City 像是 Almera 其实它们的轴距都是 2600 或者 2600 多 如果 Vios 的轴距不达到这个尺寸的话 它的空间表现应该会很小 所以相信 Toyota 是不会犯这个错误的 在内装的部分设计第3代的 Vios 很多人投诉不好看 所以 Toyota 在第4代的 Vios 上面进行了非常大的改进 你可以看到这个内装非常的 Premium 而且采用了红黑双色的搭配 然后这个触屏主机呢更是采用了独立式的设计 希望马来西亚版本不要是电视机啦 然后除此之外呢你可以看到整体的铺层是非常好看的 例如说这个数位化仪表 然后来自这个 Artiva 或者 Toyota Rise 的这个方向盘设计 然后这个设计我觉得也非常好看啦 然后重点是很多网友表示 这一个新的 Vios 内装设计跟 Mazda 3 非常的像 我自己觉得是真的有像啦 不过以双方目前的关系 我觉得互相渐渐其实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而且看起来这次 Vios 的质感进步会非常的多 只不过至于实际的表现怎样 我们就要等到 8 月 9 号泰国发布之后 泰国媒体拍摄的照片我们才知道的 当然安全配备是不会少的 我们从泰国已经曝光的这个 spec list 看到啊 它的这个配备其实非常的丰富 除了现在这种自动紧急刹车啊 然后车车盲点侦测之外 它还会有这个车道偏离警示 然后还有主动式的定速巡航等等 就是要有这样子的 spec 才可以跟它的同级对手一较高下 你讲是不是 在引擎的部分呢 根据泰国流出的资讯呢 他们还是采用这个 1.2 公升的 Dual VTi 自然进气引擎 这个马力表现一言难尽啦 不过这个是因为他们要满足 当地的 Eco Car 排放法规移 所以没有办法 而至于未来在马来西亚 或者在印尼市场等等的 Vios 我们相信还是会采用同样的 1.5 公升的这个 Dual VTi 自然进气引擎 不过马力表现应该会有调整 至于在变速箱方面呢 则是从原本的 CVT 升级成的 D CVT 双模 CVT 这双模 CVT 可以提供车辆不错的加速表现 同样的还可以降低油耗 引擎方面的输出暂时没有消息啦 不过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Elza Elza 虽然也是采用着同样的引擎 但是更换了 D CVT 之后 它的加速表现进步了很多 所以我们相信 Vios 的这个加速表现 应该还是可以期待的 另外也有消息指出这个 Vios 可能会搭载 1.2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不过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低一点啦 因为这个涡轮增压引擎的成本并不低 而且保养费用可能也高一点点 所以 嗯 就这样 大家千万要记得这款车是 8月9号在这个泰国市场发布 不过在泰国它们其实是叫做 Yaris Active 不是叫 Vios 至于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应该不会是今年的事情 因为在今年原厂其实并没有什么大型的新车发布活动 所以我们最快都要等到 2023 所以已经订车的朋友你们会继续等这个目前在售的 Vios 还是会等待新一代的 Vios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短期新车相见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把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拜拜 by bwd6 by bwd6